发生枪战 南非全国矿工工会17号上午说 枪战造成36人死亡 这是南非自1994年结束种族隔离制度以来 警方与抗议者发生的最血腥冲突之一 正在莫桑比克参加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首脑会议的南非总统祖马 决定缩短行程 于17号下午回国处理薄矿枪战事件 本月10号起 农民公司薄矿数千名矿工示威要求增加工资 但抗议活动逐渐演变成暴力冲突 在16号的枪战发生前 已有10人死亡 突然间变成暴力冲突 被冲突充为为了 却被冲突全其的操作 变成暴力冲突 做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